9月21日,据意大利漫游报最新报道,伊甲豪门国际米兰即将于球队头号射手伊查尔迪正式去约,伊查尔迪将签下一份为期五年的新合同, 伊查尔迪目前的合同在2021年6月30日到期,解决金1.1亿,今夏皇家马德里曾将伊查尔迪作为C罗的接班人,同国际判判转会事宜,但国际不想掏出一亿以上的转会费,最终转会一挖角失败告终, 目前伊查尔迪的经纪人,也就是他的妻子纳拉,正在和国民商谈训约适宜,预计伊查尔迪将签下一份为期五年的新合同, 违约金从1.1亿,提升到1.3亿,目前双方只在年薪方面,有大约100万欧元的分歧,这并不难解决。 媒体透露,曼拉坚持要求不取消伊查尔迪的维约金,并且在他的持续要求下,国民最终只提升了伊查尔迪维约金2000万,从1.1亿提升到了1.3亿,这充分表明伊查尔迪夫妇, 对于未来转会的黄马这样的豪门球队依然抱有期待,而今夏皇马在求购伊查尔迪失败后,在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的情况下, 从李昂回购的年轻前锋买里加洛,如果本赛季黄马中信球员的表现不尽如人意, 明年夏天追加报价到1.3亿,也进一卡二迪来接班飞罗,对于黄马来说依然是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